2023年钻石坝中秋园游会 现场备有各类小吃夜市 特色美食 应景月饼 以及工商展览 至于主舞台上 还安排多种歌舞与乐器等表演节目 为的就是要让更多主流社会与华人家庭 共同体验中秋节的团圆习俗 再一次凝聚社区的向心力 很高兴我们这一次有机会邀请到 我们这里附近的华人的组织 大家一起前来参加这一次一年一度的 Moon Festival Celebration 那这一次我们Moon Festival Celebration 最主要的就是说 希望把我们这边华人不分种族 不分年纪 不分性别 不分你来自哪里 我们希望在这个所谓的 每一年的Harvard Season结束之后 大家有机会大家团聚在一起 活动最高潮 钻石坝华人联谊会还宣布 特别向钻石坝高中捐款1万美元 专门支持高中生的课外活动项目 把这个钱会捐给Diamond Bar High School 那把这个钱主要运作的项目 是希望他们把这些钱用在 他们的社团活动 例如说Dance Music Robotic 那可以透过这些活动呢 可以让小孩子除了在学校读石坝板的书呢 那还要能够更能够学以致用 然后参加他们 发挥他们更有兴趣的事情 那我今天呢很高兴 因为我们这个华学呢 能够跟我们Diamond Bar High School呢 合作 然后做这件好事情 在我们Moon Festival的时候呢 在我们中秋佳节呢 来庆祝这个佳节 然后呢 让社区知道我们华人的传统 然后呢 用这个机会呢 也跟我们的钻石坝高中呢 捐款给我们高中 那这对我是一个学区教委 也是一个前任的华学的会长来讲 这是非常的 对我来讲是很高兴的一件事情 因为对我来讲 两边都是我的好朋友 然后都可以支持学校 那我们华人又可以介入社区 这是一件非常光荣的事情 此外 多位民选官员于乔领 也专程前来祝贺 分别有钻石坝市市长周百华 核桃市市议员武力伦的代表 钻石坝核桃学区总学间 Dr.Robert Taylor 教委 Layla Abdeltaub 钻石坝中文学校校长汤伟 华星保险总裁张国新 北美华人会计师协会会长张青等 东森新闻团队洛杉矶报导